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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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能是全世界最不理性的国家之一 如果军舰的沉默跟爆炸 真的牵涉到北韩对南韩的攻击 那台湾不启动国安机制 恐怕也会被世人删笑 那么所谓的启动国安机制 究竟有没有一套程序 什么样的形式 那么马总统的这个反应呢 是不是他当总统以来 第一次听见意外的事件 突然启动国安机制 那么不像天灾人祸呢 他都有实际的实况发生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VCR之后呢 我们要来介绍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同来探讨 从南北韩的这个军舰的事件 来看看所谓国安机制的启动啊 究竟它的意义跟目的何在 南韩天安舰沉船事件 至今仍不知道原因 韩国也正积极调查 不过这起意外 却在台湾掀起一阵波涛 在沉船当天 总统马英九正在南太平洋访问 一同媒体处得知讯息 随即与陪同出访的官员 进行国安会议 被国内的反对党批评反应过当 事实上以南北韩的复杂状况 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掌握 现在北韩已经是核武国家 如果动用核武 不仅仅是朝鲜半岛 整个东北亚都会遭到战火波及 台湾的国家安全机制作业 应该如何进行 马英九在南韩沉船世界上的表现 是否过当 今天情报现场请来专家 深入探讨此一议题 欢迎来到现场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从两韩的危机 看台湾国安机制的启动 跟我们一起讨论 这个非常重要问题的 有三位也非常杰出的来宾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 长期在国防委员会 为大家看紧荷包 并且对台湾安全投入关注 林玉芳 林委员欢迎玉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淡江大学 美国研究所的专家 陈一新 陈教授 欢迎一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湾现有的 非常资深的国防 跟军事的资深记者 张有话 欢迎有话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先从有话开始 因为有话一直被我们认为是 无论国内外情资 都非常灵通的一位资深媒体人 而且对军事国防 的确是投影非常多的关注 你这两个礼拜来 怎么看天安剑的沉默 到目前为止 有任何蛛丝马迹说 跟北韩有关吗 今天我还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 我是跟他讲的大概四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内部爆炸 第二个是水雷 第三个是鱼雷 第四个是韩国自己公布的 他说由鱼雷改装为水雷 这个在学术性的术语上面 我们讲就叫飘雷 那我先讲水雷 就是说韩国在那个地方有布水雷 北韩也有 那个是韩战时期 但是都清少差不多 所以那个地方也经常在那个除雷 尤其是白领岛 那个北方分界线那里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 你水雷的因素是可以排除 因为他们都有标定 好 哪个地方是雷区 哪个地方不是雷区 哪个地方是安全航道 所以这个是水雷部分 那至于是鱼雷部分的话 那鱼雷部分的话 就是用北韩用锈针型的潜舰 它必须要发射两枚 才能够把那个天安舰集成 但是锈针型潜舰 我们一般来讲鱼雷的发射 大概它装填 本身要超过30分钟 但是它瞬间爆炸 那显然是不符这个鱼雷的攻击的特性 那至于内部爆炸 是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那个提出来的疑点 那现在比较重要 由水雷 不 由鱼雷 由鱼雷改装为水雷的一般讲飘雷 那这种是最难防止 那北韩到底改了多少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 就跟日本的媒体 在那边反复讨论的结果 他们也认为 韩国现在提的 由鱼雷改装为水雷 就是我们讲的叫飘雷 可能性是有 但是还是要把那个船捞起来 你才能确定 所以那样的一个飘雷 可以导致一个那么大的军舰 爆炸成两半 所以在很特殊的情况下 因为天安舰它是跟台湾的成功舰也好 像拉法叶舰也好 因为天安舰是商规 所以它那个水密舱没有像台湾的成功舰 或者拉法叶舰那么的坚实 那么的牢固 但是它只要外力经过撞击以后 刚刚好它舰尾部分又是最脆弱的部分 那最脆弱的部分 它万一它触雷的话 是有可能造成瞬间沉没 况且是后半截瞬间沉没 然后再折成两段 所以我们的判断 应该假如韩国讲的没有错的话 它是有鱼雷跟水雷特性的飘雷 是有这个可能 一新在南韩政府第一时间 放出去就说怀疑是北韩高贵 北韩攻击南韩 所以才让全世界包括东亚 甚至台湾非常的紧张 北韩跟南韩之间打宣传战 已经不是新闻了 所以南韩政府很巧妙地利用天然舰 其实跟北韩之间打了一场宣传战 那么至今它还不肯松口说 这件事情跟北韩无关 我想这个事情 按照军舰炸的那个情况 因为它钢板是凹进去 很多部分凹进去 所以说它是这种 非常可能是鱼雷改装成水雷的 而且它是射出型 表示它是有鱼雷管里面射出来的 射出型的这种造成的一个伤害 就会造成一个泡沫喷射的效果 才会钢板凹出来 那个泡沫喷射就 术语叫做Burber Jet 这种喷射效果 那么这个情况呢 老实讲当时没有人知道 当时完全很多谋略 后来韩国的说法一改再改 甚至说这是内部弹药库爆炸 那么好像是为了家属就不认为如此 那内部弹药库爆炸 你们责任要更大 那么所以说当时南韩呢 后来改来改去之后 变成现在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呢 看起来好像说得比较通 但是呢 这个如何追究呢 韩国现在没把握 要去美国专家来 他去美国这个低流的专家来 来派到韩国南韩里面 打捞之后再来研判 可见现在韩国还没有定论 那么至于是不是北韩的 也没有定论 要等到见证专家来判决之后才能够 所以这里面就是牵涉到 到底哪个国家最该开国安会 而国安会和国安机制又不尽相同 开启国安会呢 并不见得要启动国安机制 我们电影上看到的 金爆十三天 那是同时又召开国安会 又启动国安机制 你看它有各种那个 古巴飞弹危机那种 这个喷射战斗机都出动了 这个随意之后 等于是警戒 几乎全面警戒 那么这个就是启动国安机制 但你俩只开国安会 很多国安会不一定要启动国安机制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定义上不够清楚 造成我们那个部长 国安部部长和副部长 都有不同说法 立委又不同说法 那么这个总统府又不同说法 所以搞得 这个变成一个罗生门了 一方其实媒体在报道 马总统在海外 召开国安会议也好 启动国安机制也好 其实媒体并不了解 比如刚刚一心讲的 就是说开国安会议 并不需要启动国安机制 但启动国安机制 一定要先开国安会议嘛 你才能够决定如何 总统在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就开国安会议 总统我记得老布希总统 有一次在坐飞机 这时候菲律宾出现一个叛乱案 那么那个时候 美国在那边还有基地 所以老布希就派美军在飞兵的基地 派出几架小型轻型轰大机去炸判军 那就是启动国安机制 也同时召开了国安会议 随时随时随时可以开 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回来要请教林玉芳林委员 那么站在长期在立法院 国防委员会委员的立场 对于国家的领袖 启动国安机制 开国安会议 他一定是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回来我们看看 他怎么样把这样这两种机制 或者一种国家安全的观念 在这一次南北韩的 这个军舰的爆炸事件中 台湾这样用这样的一种反应 到底是过当 还是有人说其实是很适当 因为总统在国外 对于东亚发生这样的危机 如果不敢来召开国安会议的话 怎么还算是一个总统三军统帅呢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警报现场 现在播出的是会议看天下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呢 是从最近两周呢 南韩的军舰天安号呢 被炸成两半沉到海底 究竟是不是北韩导弹 谈到呢 台湾在海外访问的总统呢 在海外启动国安机制这件事情 那么引起了国内的讨论 这个我要请教预方就是 台湾任何的政治事件啊 单一事件 常常都被媒体最后用 罗生门三个字来形容 就是当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正反对峙的时候 这个罗生门三个字就出现 台湾最多罗生门 这次所谓启动国安机制 开国安会啊 也被认为是罗生门 但是它不必是一个罗生门 因为国家安全 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我们有国家安全法 有国家安局 有国家安全会议 有各种军种的总司令 它有一套制度可以追寻啊 可以依循 为什么变成罗生门呢 正这样讲啊 国安会的组成这个设立啊 当然是为了解决中国大事啊 那它并没有讲什么时机 可以开会 它只有讲说 它处理的事项是 比如说国防外交两岸关系 及国家中大编故的相关事项 就是这样 所以几乎所有东西都放在里头 重大编故就已经在里头了嘛 所以总统什么时候开 这坦白讲 他可以决定 他喜欢开他就开 他不开也可以 因为做了三军统帅本身 他就已经有权利去做很多 可能需要召开国安会才有做的事 比如说他宣布重大的军事行动 他有三军统帅他就可以做了 那现在要讲一件事 就是说那天的情况 是有一点 就是说 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了 其实是26号晚上8点45分 发生了这个天然间被集成的事情 然后是南韩的一个叫SBS电视台 在10点15分的时候 用新闻速报开始报道 然后我们的中央通讯社呢 大概有人在韩国嘛 就看了就做翻译 所以10点半呢 我们中央通讯社就发布消息 那其实这个 在这个以前就是说 11点 大概到了11点了 中央通讯社 大概10点半发布消息以后 大概到了11点 我们的参谋首长就开始 要求第一个像南韩的军协组查证 所以南韩军协组 就是韩国政治的最大player之一 都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到了这个11点03分呢 BBC才发布消息 然后大概在中央社的记者 在他们发布新闻以后 就打电话到帛琉 马总统这个下他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旅馆 是媒体去打电话 不是国防部或者国安会打电话 然后马总统就很快的就上楼 去这个找了国安会的傅伟珍 然后这个杨津天杨部长 就三个人 那可能加上一些其他人 就在那边开这个会 所以现在要讲一件事 就是说 马总统开那个会算不算国安会议 民进党的论委就是说 你小题大做了 你为什么开这个会叫做国安会议 你为什么需要开这个会议 第二点 这个怎么能够叫国安会议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个其实马总统回来的时候 人家问他 他是讲小型的国安会议 换句话说 马总统也知道 这跟一般的国安会议是不同的 所以他做了一个区隔 叫小型的国安会议 就这样子 所以严格讲起来 那就是个应变会议 所谓这个小型 这场小型的国安会 就是个应变的会议 然后最重要就是 希望赶快去把事情弄清楚 然后尤其要想弄清楚 这个对台湾的国家安全的影响 会有多大 是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人家就会问说 为什么外交部 为什么国安部 为什么国安单位 没有跟马总统去报告这件事 第一时间是媒体查证才知道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他们在做查证的工作 但结果还没出来 他们觉得 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新闻在报道 为了美国 美国不知道 为了南海 南海也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他们想做一些功课去查证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 为什么 因为媒体的报道 很多时候证明都是跨大祸不死的 那你要变成一个有用的情知情报的资讯 那你要经过一个查证的这样一个程序 所以在这个查证的程序 你也可以说查证的久了一点 大家话要讲回来 一直倒下来 美国韩国也讲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父子娶女啦 你怎么做 反正民进党就是要修理你啦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的处理没有什么错 他有一点 他大概被爸爸风水灾给吓爬了 就是说 他宁可过 不要不急啦 那他就觉得说 好 我赶快先开一个会议 我也跟国安理 跟国防部长通电话 然后叫参谋总长要带人要进入洪山指挥所 但是呢 马总统至少没有要求军队提高战备 所以总统并没有在作秀 他如果真的要作秀啦 就把他搞大一点啦 好 就把他命令军队进入戒备啊 这才能作秀啊 他并没有 他知道他在处理什么事情 好 有话根据你的了解 如果当场知道是北韩攻击南韩军舰的话 立刻知道的话 你觉得台湾要怎么样启动国安机制 总统跟国安会秘密市长 人在海外 那我举一个例子 1991年 台湾的参谋总长陈生林先生 在韩国访问 那个时候国防部长不在台北 那个时候只有李登辉在台北 那刚刚好发生波斯湾战争 那发生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由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陈坚高上将 他就下令三军进入备战状态 那等级是三 那从这个地方 陈坚高下令是他直接跟李登辉报告 那个时候在波斯湾战争期间的时候 李登辉有请总统府副秘署长到国策中心来报告 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说关于国安机制的启动 是有情报掌握情报 那个情报情势 还有情报分析 然后决策执行 他甚至于讲 所谓国安机制启动 我们要注意三个阶段 不是说一有情报 我就必须启动或者如何 他说所谓国安机制启动 要指挥不中断 通讯不中断 应变不中断 他说是三个原则 这个就是国安机制 是在1991年 我那时候我在国策中心的时候 是由总统府副秘署长 他亲自到国策中心来 他是希望我们给他做情报分析 或者情报掌握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决策执行方面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指挥通讯跟应变不中断 这三个不中断是国安机制的核心 那他也讲到我们说总长不在 部长呢也不在 为什么是副总长执行官下的命令 他说他是直接跟总统报告 总统就有这个权 来说我指定人选 你来参加这个会议 或者你来向我报告 我就告诉你命令三军部队戒备 这个东西就已经说明马总统虽然是在海外 但是我们指挥没有中断 我们通讯也没中断 那更重要的应变有没有中断 也没中断 这个就是符合国安机制启动的特性 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状况 那个时候总统府副秘书长他也讲不清楚 他就是针对我们提的问题 他来国策中心做一个答复 他是说这个是李登辉总统 他去查核利润元首 利润从蒋介石 蒋经国还有颜家干 他们对于所谓国安机制启动的一个状况 他是说要符合这三个原则 就算是启动国安机制 那个时候不管总统在任何地方 那个预防国家安全法通过以前的国安机制 当然是老总统跟小蒋总统时代 他们国安机制因为没有法嘛对不对 而且还是黑机关嘛 那时候国安会是所谓的非法机关 他们是自由新政式的启动所谓的国安机制 后来有了国家安全法 开始有一些有立法人监督 开始有比较沉稳的程序 重大的危机还是要召开会议的 他不会一个人去做决定 其实蒋介石就是蒋公在这方面 他毕竟是参加过主持过对日的抗战 所以他对这个幕僚作业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所以遇到重大的这种军国大事 他是要召开一个会议的 而且在这上面他要听大家讨论 大家辩论他最后再做阐事了 所以这种遇到正正的大事 反正就要这样处理 扑斯汗战争严格讲起来 离我们也很远 离我们很远 可是为什么要去处理呢 就是说这个战争规模 如果扩大的时候 永远都可能会被切断 所以你要预先要做准备 好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马总统人在海外 遇到南北韩军舰这个爆炸的事故呢 他在当场呢 在官员中呢 就开了一个小型国安会 其实他就是了解状况 并且让国安会跟外交部各自回到 就是电话国内他们的单位 去了解最新的情资 那回来呢 当然也受到攻击 台湾现在任何政治事件呢 都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过回来以后呢 我们有个假设情况 请教陈一新 陈教授 他研究我们美国的这个问题 甲地那天的攻击 真的是北韩军舰攻击南韩军舰 那台湾要跟谁联系 第一时间跟美国联系吗 因为美国知道这个事情 一定是立刻在启动他东亚的 包括日本 南韩的 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 那台湾因为没有邦交嘛 那么所以假想是不是 台湾立刻要听华府 华府会立刻训令AIT 告诉台湾政府说 你们该怎么做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会来探讨这个问题 欢迎各位来到 警报现场 今天播出是会议看天下 我们的主题是从南北韩最近有天安件被炸沉的事件 来看看台湾尽在咫尺 那么如果要启动国安机制的话 应该怎么样启动 特别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南北韩之间 并没有一位军舰爆炸沉没 而扩大他们之间的军事的行动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告一段落 等待南韩或美国自己去查 天安件到底怎么爆炸 怎么成的 不过假定是北韩攻击南韩军舰的话 那么事实是真的 那台湾启动国安机制 开国安会议 最后必须有另外一个力量介入 就是美国 美国要怎么样看待南北韩开战的整个东亚的局势 特别是东北亚的情势啊 那么它跟中国大陆跟日本跟南韩之间 都有外交或者军事的关系 跟台湾没有 可是台湾又非常重要 我要请教一心就是 那个时候 美国会怎么样跟台湾来做联系 以过去的惯例来讲 假如这个事情真的不断地成螺旋性 或者直线上升的话 变成南北韩的冲突的话 美国会确 第一个他要确定呢 这个冲突只限于朝鲜半岛 那么第二个呢 他要确定其他国家 他要跟中共去做密切的沟通 了解这个中共的立场 了解中共的准备怎么做 怎么应应 然后同时他要求 所有亚洲的盟邦呢 对他呢 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你一旦轻举妄动呢 会让整个局势不可收拾 所以这个美国的做法 他一定有SOP的做作业 那么这个就是升高的情况下 现在连美国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们也就自己去摸索 摸索的话其实马云东来讲 我觉得一方将将将的对 就是他这个 他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开 他根本没什么也不分 就是几个人也是开 因为还有很多参谋 部署在一起 也是不少人了 当然不需要国防部长在场 或者是什么部长在场才能开 这再少一个部长也可以开 只要总统下面有官员就可以开 甚至所有部长急的都不在都可以 那么这是总统的权力嘛 他就随时可以启动 这个也可以开国安会 也可以启动官机 这是他的三军统帅的权力 这个宪法上赋予的权力 任何人不能挑战 至于民党要说什么 他都会说的 比方说一旦真人升高 我们假如没有动作 那不得了 那更是表示我们麻木不能了 那是不得了 那是骂人家更凶了 现在最多是过当而已 也没什么过不过当 因为启动并不平动就好 所以后来我们也证实没有任何的三军 也没有提高戒备 也没有部队 也没有动员 这都表示我们是没有行动 只是了解状况而已 这是必要 做国家领导人 当然一句话 我们小老百姓可能觉得 这个有点 事情那么远 何必那么急呢 但是北韩一旦发起风来 我们谁也不知道 下一步会怎么样 好 立方国防部长高华柱在立法院 也是第一时间立法委 要咨询他有关海外 在开小型国安会议的必要性 以及国防部长本人仍在台北 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安机制 或国安会议的启动 那高部长的答复 有某种程度显示 他其实在第一时间 这个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还在状况外 或者马总统在帛琉做了什么事情 他也在状况外 他好像是记者告诉他说 有这样一个国安会议 他才知道 这又怎么回事 马总统大概上楼的时间 是11点15分 那天晚上 他们很短暂的开了一个会 那总统就立刻打电话给高华柱 所以高华柱知道的时间 应该是11点15分 稍后的那段时间 我在这里是杨念祖 杨副部长 他说他立法院说 那时候我在县上 他说他是台北时间 晚上9点30分知道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8点15分 这个军舰才被集成 然后南港的SBS是全世界媒体里面 第一个播的 那是10点15分 你怎么可能比南港的电视台更早知道呢 所以我宁愿认为是 他是一时紧张 口误啦 因为毕竟他是学者 也没有在立法院接受过这样的 严厉的这样一个直选 所以我宁愿认为他是口误 他后来也承认他是说错了 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比较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说高华柱高部长 我如果他讲的话是真实的话 他是11点15分 以后他才晓得的 但是这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如果没有什么影响嘛 就是说你这个军队 自己有按照那种危机的性质啊 你都有一个SOP 你要怎么作业都有一定的啦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离我们远一点 所以我们的国军处理的方式 就是参谋总长就进到洪山智慧所 部队不接备 然后赶快做查证的工作 我认为这个都是对的啦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出这个处理上面 有什么过当 因为战争的爆发 漫延的速度 有时候是非常快的 你这个军业如果被集成 当时如果南韩就犯击 你要知道那个里平壤是非常近的 里南韩的那个土地啊 那个领土大概有200公里 里北韩大概才十几公里而已啊 里平壤都没有算很远呢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 战争是有可能突然间就爆发 而且蔓延得非常的快 所以由参谋总长进入洪山指挥所 去注意整个事态的发展是对的 因为如果旺利战争爆发 我们的军队要有所行动的话 洪山指挥所是那个神经中枢 在那个地方要发号施令的 所以总统如果因为在海外 这次的比较调谷 他在海外 说很多事情变得很不正常 所以总统会比较戒备 谨慎小心的原因 也因为他在海外 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状况嘛 所以但是如果参谋总长进了洪山指挥所 那总统就会比较放心 因为有什么紧急的事件 要跟美国方面联系什么 洪山指挥所本身就可以跟美方做联系 所以也可以让总统了解 整个最新的进度 有话 这个马总统第一时间知道以后 跟这个外交部长 跟国安会民事长开会以后 媒体说15个 后来接着15个小时之内 他三次召集他们两个 就是形式上好像有三次 小型国安会议这样的一种状况 你觉得这是很恰当 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 就15小时之内 还是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是南韩自己爆炸 北韩攻击 也不知道美国反应 美国到底第一时间有什么措施 所以15个小时三次国安会议 你觉得一次 有人说是作秀 因为媒体开始逼问总统了 看到总统就问这个 不问他帛琉或南太平洋 都问这个军舰爆炸的事 逼得他也必须找他的 其他的首长来开会 你觉得这个是有人说随媒体起舞 那媒体线也很厉害 媒体一问首长就要回应 你没有行动也不行 你怎么看这事情 事实上 马先生由总统造极跟执行决策 这个部分是可以 但是他幕僚作业 我们要批评 在状况不明的状况之下 那请问胡维珍跟杨静天 给总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是要由当事人他们自己出来说 但是就执行政策的部分 我们来说的话 韩战的确会牵动到台海局势的变化 因为如果今天没有北韩的因素的话 大概台湾的问题不是突出 因为我那个最近我才看了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讲 他说其实911反恐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还没有决定性的改善 只有两个事情促成他的改善 一个事情他就说伊朗核武危机 第二个事情北韩的朝核危机 他说这两件事情才让小布希下定决心 要跟中国大陆好好交往 所以换句话说北韩问题对台湾来讲 重不重要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南北韩发生冲突 北韩他20年部队没有换装过 然后第二个他一年的石油的进口量 是台湾的一个月他人民所得那么低 真正发生冲突的话 美国也不敢预料会不会发生核武战争 美国也那个不敢预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马先生是处理的不错 但是问题是在他与他的幕僚作业 包含国防部长 包含外交部长 包含国安会的秘书长 包含国防部的副部长 四个人统统讲不清楚 这才让马先生陷进去说 这个国安会议有没有召开的必要 我还是强调就李登辉时代 反正指挥通讯应变不中断 这些都是总统的权责 他有权利处理这个事 但是他的幕僚很显然的 没有体认到三军统帅的一个决心 还有给他做的建议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也要打一个问号 他好像是马总统就职两年以来 很多人对他批评中间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幕僚群 到底有没有协助这个领袖 跟这个三军统帅或者这个总统 把他的领导权能够实施得更加完善 那么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我们得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当然今天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 面临的北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金正日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领导人 北韩政权大概全世界最封闭的政权 同时呢他可能在偷偷的发展核子武器 我们才需要这么严重的来讨论南北韩 一旦有任何危机 台湾如何启动国安机制的问题 所以回来我们要谈谈 最近呢盛传金正日啊 可能会秘密的去中国大陆访问 一个就是说他国内经济撑不下去了 他必须要中国大陆及时的经济的援助 第二个就是呢六方会谈呢 在六个国家在另外五个国家要求下 希望今年下半年呢能够赶快启动 因为北韩一年以前一生气呢就退出 就不回来了 现在想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要给糖吃啊 到底要给什么样的糖吃 那么金正日究竟未来 对于这个发展核武 愿不愿意接受检查 愿不愿意接受其他五个国家的劝导 特别是中国大陆这个兄弟之邦 对所谓的六方会谈 到底有没有尽力 对于北韩的兄弟 到底有没有劝说 这也是很值得一探讨的问题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醒报》现场间播出的是 《会语看天下》 我是主持人高慧 我们在场有林玉方委员陈一新教授 张有化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一起来探讨 从两韩最近军舰爆炸的事件 看看台湾国安机制的启动 但是源头 还是因为北韩这个不理性的 发展核武的政权 一旦要胡作非为的时候 整个东北亚甚至整个东亚 还真的是要提高警觉 我们就看到最近盛传金正日啊 基本上他身体非常不好生病啊 什么接班人也已经安排好了 可是最近突然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很多迹象 他的先头部队啊 已经去很多城市啊 已经去勘察地形了 最近说这个金正日召见了 中国大陆啊 驻北韩的这个大使啊 然后召见大使一定是安排 他要即将的中国大陆之行 但是因为他太封闭太神秘 连近在咫尺的南韩总统府都不知道 他的对手究竟要不要去这个中国大陆访问 预防你怎么看这个南北韩的问题 还就是为了六方会谈 究竟会不会重启 六方会谈 坦白讲好像效果也不怎么样 如果有效果的话 就不会这样 北韩就是一一孤行的嘛 那这个为什么这次 我们在讲说马总统 为什么这次会比较紧张 的确如你所讲的 第一个他这个金正日的健康很差 经济也很差 而且听说还枪毙了一个财政部长 然后又针对美韩 美国跟南韩的演习 北韩说他核子武力已经准备好了 包袱力量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让很多的国家 在周遭国家都战战兢兢的 原因在这里 那未来你说要重启六方会谈 我觉得美国下次 看怎么样让北韩能够冷静一点 来处理他的核武 跟这些导弹的这些问题 尤华你怎么看金正日 要去中国大陆这件事情 如果他去的城的话 大概六方会谈就可以开了 对不对 事实上金正日去中国大陆 已经很多次了 那每一次去他大概都在上海 或者北京天津这些大的城市 那他们主要谈的 都是一些所谓经济援助的问题 因为他的饥荒问题不可能解决 然后他的GDP生产总值不断的下降 那更重要 他本来2400多万人口 变成2100多万 那尤其严重的是说 像去年的冰封暴 就是雪灾发生以后 北韩已经发生了粮荒 那这种粮荒 他的很多的粮食 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给北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金正日如果真到中国大陆去 第一个他会请求援助 第二个中国大陆也会迫使他 再度回到六方会谈 但是六方会谈今天的问题 不是在于中国大陆而在北韩 北韩愿意跟美国直接了当的谈 他不希望说南韩也进来 日本也进来 俄罗斯也进来 俄罗斯也进来 他说六方会谈是不是改成三方 中美北韩 然后美国只要给他保证 你不要对我入侵 我们可以好好的谈 但是美国呢 就是因为受到日本的牵制 现在六方会谈 真正想要谈的是日本 真正想要谈 因为日本已经被在东北亚角色 他被边缘化的结果 当然他也希望拉住美国 所以我觉得现在六方会谈 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push的话 北韩是不会进谈判桌 纵然有中国的push 北韩要进谈判桌以前 他跟美国之间 也必须要达成某种协议 这个难题才能解开 已经北韩其实有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想跟美国建交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双方谈 是我跟你的问题 根本跟其他人无关 对不对 你在南韩部了军队 你在南韩可能也部了核子武器 我就是要跟你谈 可是美国 没有一个总统愿意 就是在他放弃核子武器 被查证 被监督之前 美国怎么可能 跟这样一个国家来建交 所以南韩就是耍赖 就是耍赖 就是说我要个非常大的东西 你都不给我 我就不跟你们玩 可是那个大东西 是不很轻易给的 你怎么看 这个美国欧巴马会 因为欧巴马比布希好啊 布希就是那种很强硬 拿着枪去跟大家打架 欧巴马就是要跟全世界分担 这个国际间的责任跟义务 你觉得他会做一些让步吗 不要忘了欧巴马在选前 他就说过他要跟他的对手 面对面的坐下来谈 现在伊朗的阿玛丁巴德不理他 北韩的金正日不理他 那么到底谁没有 我看不出哪个会理他 到现在他讲到他的承诺都还在跳票中 还没有不太容易 那北韩正如刚才这个会议所说的 他是想跟美国单独谈 谈建交 谈各种事情 然后呢 但是美国的一场是 你一定要在六方会谈的架构下 来我再跟你再跟你双边谈 那么你要先恢复六方会谈 你不能说六方会谈已经死了 去了他就说已经死掉了 那么现在这个我也同意 这个事实上呢 这六方会谈也没什么用处 它根本就是一个稳定问题的一个机制 但是稳定也稳定不太了 因为常常跑人啊 这个北韩跑掉了怎么叫稳定呢 你根本就更谈不上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 事实上没有一方能够解决 美国想解决但中共不会想解决 北韩更不想解决 他就解体了 就变成regime change了 所以他怎么可能这个做出这种事呢 所以说这个可能都是稳定 就暂时稳定住 即使回到六方会谈 也只能稳定而已 暂时稳定 那现在北韩耍去年就耍赖 不稳定了 让你不稳定 连稳定都稳定不了 所以这问题呢一直拖 去年克林顿稍微有点突破 其实唯一的可能方法 就是随理同意 让北韩继续发展可恶 但现在北韩根本没有足够的可恶 他这个核装制啊 谈不上是可恶 连长崎广岛的这个当量都不够完 所以他这种情况下来 美国当然也不想 你假的真的有 美国可能就认了 就跟你巴基斯坦一样 他就认了 有了可恶 那就没话想 所以你北韩没有足够的可恶 北国家还不想要认 一认的话就等于是 全部都听你的了 所以说这里面 这双方立场差距很大 那加上中国大陆 从来没有 都是口贵而实不自 他最多把人家拉到六方会谈 真正也解决 也帮助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全世界呢 北韩是没有国家能影响他 假如唯一有一个国家 能够稍微影响他呢 也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就拿这一点 就可以继续玩很久 就会主导这个六方会谈 所以六方会谈的会议 永远要在中国大陆开 永远在中国开 不选其他地方 这个其实说中国大陆 睁一只眼睁一只眼 中国大陆也有隐忧 如果北韩真的发展核子武器的话 中国大陆也会很害怕嘛 隔着压绿江就过来了 然后他经济崩溃了 难民过了 也过压绿江也过来了 中国就要接受这几百万的难民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所以他某种程度 也希望北韩改 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 中国领导人私下跟金智智见面 都告诉他说 你们这个搞世袭的东西 实在太不像话 就是说你爸爸给了你 你现在又给你的儿子叫什么 金正云对不对 才说二三十岁 他就已经指定了是他 就即使中国大陆也看不顺眼 这方面事情 第二个就是他觉得他有贪污 这个事情 你要把政治改一改嘛 好像中国大陆私底下 也会跟北韩说 你老兄 你得收敛收敛你的行为 但是预防怎么看 北韩如果垮台 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个好事情 他等于全盘要接收北韩那些难民 当然不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中共现在就不得不 冬天就送他燃油送他粮食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最主要就是要稳住他嘛 就说他是不是真的在外交上 对中国大陆是这么重要一个资产 很难说 但是某一点来讲他也是资产 这个资产的价值有多大 这个不敢讲 因为他也变成中国大陆 很难摆脱的一个负担嘛 可是至少你不能让他解体 让他解体有两个坏处 第一个就是说马上就有难民的问题 而且可能就有战争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你解体的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韩国统一 那韩国统一以后就是一个 人口增加很多面积 国土面积增加还大 而且有一个出自 你说出自滥造也好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核武在那里 这核武的威力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你把它丢出去 你也可以杀死几千个人 那这个韩国在整个韩半岛的影响力 在东北啊在东亚的区域政治的影响力 就会变得太大太强 在中国大陆想来想去 唯了爸就说让他维持现状 就把它当做一个很痛苦的东西 但是呢把它留着比把它除掉要好得多 嗯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这个 北韩未来如果改变领导人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金正日如果走了呢 可能下一代领导人 或者是新的一代的领导集团 因为除了金正日以外 我相信北韩一定有些还不错的官僚系统的人 是真的希望振兴北韩啊 看看金正日之后金正日的北韩 有没有可能跟文明社会稍微拉近一点距离 欢迎继续回到《醒报现场》 先播出是《会语看天下》 我们今天谈的是从两韩最近军舰爆炸事件 台湾启动国安机制 然后谈到朝鲜半岛的情势 以及未来要设法 让北韩不发展核子武器的所谓六方会谈 究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启动啊 但最后我们今天所有所有问题的关键 都是北韩有个领导人叫金正日啊 那么金正日呢听说他身体非常不好 那么继承人也已经指定了 好像他的二儿子啊叫金正云 这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所有北韩出来的消息 都没有人敢证实 他是千真万确真的 但是后金正日 如果金正日得病过世了以后 像很多人 金正日去大陆为什么要这么秘密 就是他很怕有南韩人或美国人 买了杀手啊 在大陆一枪把他给毙掉了 因为他死了以后呢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有话你怎么看 这个金正日如果自然寿终正经 或者就有人用暗杀的方式把它暗杀掉 其实美国CIA要做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太困难对不对 把它干掉以后事情就解决了 但美国至今没有做啊 表示说还是要留一点好的口碑啊 不要去暗杀别人 但是金正日不在了 很多问题就迎而解 事实上在2003年波斯湾 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候 金正日他在地下碉堡里面 住了将近九个多月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九个多月下来 然后你看金正日每一次出国访问 他都坐火车或者汽车 他是绝对不坐飞机 因为他怕坐飞机是被打下来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是根本是 对北韩是又爱又怕又恨又讨厌 那我曾经问过 中国大陆社科所一个北韩专家 他就是写了一篇文章 在那个战略杂志上面刊登的 结果就是让战略被停刊的那个人 他是跟我讲 他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一直命令他们去研究北韩问题 他们说研究来研究去大概只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你防止他崩溃 如果他崩溃2000多万难民 让韩国让中国大陆 让韩国倒退20年 让中国大陆大概倒退10年 他说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流氓国家 他的核武怎么解决 他的核武怎么解决 万一落在恐怖分子或者激进将领的手上的话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怎么处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北韩的问题 他说除了尽量去安抚他 尽量到他去改革开放的几个城市去看 让他知道你改革开放要怎么做 他说从江泽民时代一路做到胡锦涛 他说事实上他们做北韩的改革开放这些工作 连研究的议题都放在金正日桌上了 他们连研究的议题 你韩国你北韩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都放到他的桌上去 他说但是他看金正日大概也死了这条心了 所以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都去跟美国讲 他说这个金正日这个人 他脑袋到底想些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中国大陆最多是安抚再安抚 但是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也非常奇怪 明明要几百顿的粮食他都是减半给 他不会一次给足 就换句话说他希望用经济的诱因 用政治的拉力来改变北韩 但是他们自己内部的评估说这种改变是为乎其为 加上他的三儿子金正云要接班的话 他说中国大陆连金正云的资料 基本资料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认为金正日还有北韩 都是一个冷战的化石产物 这句话他说谁能溶解化石的话 就只有去问古生物学家 这是他们的一句玩笑话 一星你怎么干 后金正日 中共对唯一能够影响北韩的就是中共 但是中共它自己也常常被骗 北韩有一次像中共要的米 中共送血了 北韩说这个米很多坏掉了 叫你再送一批 中共派船去又送一批 把旧的还拿回来 我们来看看到底坏在哪里 结果说北韩说 怎么早就丢掉了 烧掉了 都要 坏的也要 好的也要 所以中共的自己被骗得很牙牙痒的 但是没用 你这国家就是一个流氓 连中共的头大 我看大陆研究北韩的学者 大概十个有六个以上是批评北韩 可以这样的说 然后另外三四个是不得不得 按照上面的命令来怎么样救北韩 保护北韩 那预防你看这个台湾过去 我说全世界都要有贸易来往 有一阵子好像也有些商人 跑到北韩去做生意 那透过做生意 某种程度也可以拉 那时候我们跟中国大陆关系 还非常坏的时候 反正台湾就是狗急跳墙 只要不是中共的 我们都可以去来往 也考虑过北韩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好像他们也有人来我们这里访问过 总之你怎么看北韩这个证据 好不好也花了不少银子了 这陈水扁的政府说就是 有点狗急跳墙 因为他的这个战略思想就是有问题 他认为说我就要搞烽火外交 这秋一年常常讲要搞烽火外交 他就不让你中共好过以战逼合 让你中共疲于奔命到处来去救火 然后呢你就只好对我妥协 然后在国际空间就开放给我 这证明是行不通的嘛 北韩第一个他能够 他的经济的这样一个体制 他能够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购买力呢 本身是有问题的嘛 那我们大概当时跟北韩打交代 最重要的原因是想找一个 淹满核废料 核电厂废料的那样一个场所 对对对 听说有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啊 你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归到中共 因为北韩对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依赖 跟台湾任何关系要大规模的向前走 你一定他以北韩的狡猾 你可以说北韩很坏 你不能说他很笨 他这个坏蛋当然是他狡猾的地方 他一定要得到中国大陆的同意 甚至借这个机会跟中国大陆敲一笔钱 所以这个核废料的东西 我认为从头到尾就是个轨迹而已 所以我们白白为了这样一个天方夜谭 花了很多钱就一事无成嘛 从里面洗掉了 没有 总共2000多万 那去协调的人 现在中部地区的一个立委 现在已经卸职了 然后跟他接洽的是在 是在我们万华地区 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里面谈的 那个北韩的代表的的确确是来过台湾 然后就在万华那个Manga的旁边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 在拍那个Manga的电影里面 场景以后就有这个地方就进去了 对 就台湾跟北韩结束的现场 现场 然后这个里面除了中部还有两个 是总统府顾问不叫国策顾问 两个我们通通认识 他们私底下都有跟我们讲 先后花了2000多万美金 到了今天一四五成 所以任何刺激北京的行动 民进党政府实在都要做 实在都要做 但是 都试一试看 但是他说政治大 也不受立法院监督 没有 钱用了也不受预算监督 无所谓 说政大的几位教授也跟他们碰过面 研究俄罗斯问题 研究俄罗斯 政大有个俄罗斯系 俄罗斯语文系 还有研究北韩问题的 都跟他们碰过面 好 最近美国跟俄罗斯 要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签署新一个阶段的限制核武的协定 那么他们双方的意愿 就是让世界的核子扩散 越来越少变成零扩散 但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大国如何签 还是有很多小的国家 不受限制 在亚洲有个北韩 在中东有个伊朗 那么这两个问题 会让美国 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 在内这些大国 非常的头痛 我们今天从南北韩 这些军舰爆炸事件 谈到国安机制 谈到北韩这个政权 谢谢三位来宾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知识跟智慧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